而接下来这一位大家也在问说 哎他真的死会了吗 这是女神陈妍希被爆根这个毛巾小开 两个人传出了绯闻 而且还在对方新店开张的时候 送上了祝福的花篮 这个花篮上面署名就是给绯闻男友 一直没有承认或否认的他 昨天在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 他终于松口了 表示他们就是多年的好朋友 希望大家不要有误会 而最近他也在投入在最新的电影拍摄 希望在角色的诠释上面能有新的突破 不再只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生情人沈嘉宜